清道夫的生命力能有多顽强 基于一条关于清道夫的视频 再次火爆全网 一条失去了脑袋只剩下半身的清道夫 居然还能在水中正常游来游去 这家伙难道炼成不死不灭之身了吗 网传的即使把清道夫晒干了 他也能遇水激活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让国人无比头疼的外来物种 清道夫原产于南美洲的河流中 属于贾年科 学名报文之身年 在一些地区也被称为琵琶鼠 垃圾鱼而他清道夫的名称 完全是行业商家炒作出来的 最初因为其独特的长相 清道夫被商家作为观赏鱼引路到中国 但是却没想到在市场上并不畅销 于是为了打开销量 商家们开始炒作 清道夫喜欢吃观赏鱼排泄物的概念 要知道所有家里养鱼的人 最大的烦恼就是 观赏鱼的排泄物导致水质浑浊 需要勤换水 如果清道夫把排泄物全部吃完了 那就不用那么勤快换水 所以在之前 买鱼时基本上也会顺带着买上两条清道夫 由此市场彻底打开了 但是清道夫真的会吃排泄物吗 其实稍微有点生物常识就能明白 这绝对是在忽悠人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 自己的排泄物自己吃 那清道夫是饿不死的永动机 一坨屎就够他活几辈子了 这完全就是商业上极为成功的炒作营销模式 而真正的清道夫是属于杂食类 荤素都吃 当食物匮乏时 他会去啃食鱼缸上的藻类 这也是他的底线了 指望他去吃其他鱼的排泄物 那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而且清道夫对于大多数的鱼缸来说 都是极其不友好的 首先清道夫最喜欢吃荤的 还特别能吃 所以当鱼缸内食物充足时 他们会和其他观赏鱼抢食吃 而在这个过程中 清道夫经常会咬伤其他鱼类 接下来更见的是 一旦观赏鱼出现伤口 清道夫就会纠缠着不放 一点一点吸引着伤鱼的创伤口 直至伤口恶化慢慢死去 而这些因他而死的小鱼 也成为了他的盘中餐 而最恶劣的是 他不仅偷吃小鱼 还会吞噬其他鱼类的鱼饵 所以有清道夫在的地方 其他鱼类基本上很快就能断子绝孙 但是因为其咒伏叶出的特性 白天总是为敏不振 人们刚开始很少会去怀疑清道夫 但是只终究保不住火 时间久了 人们终于发现了清道夫就是个祸害 于是开始大批量处理它 而方法就两种 第一是直接扔和里放生 第二就是用下水道冲走 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 都会造成清道夫进入到野生环境中 而在鱼缸内作威作福的清道夫 一旦来到野生环境中 因为缺乏天敌的影响 清道夫更加释放天性 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当地的生态环境 首先清道夫的生存能力特别强 作为杂食性鱼类 他基本不会遇到粮食匮乏 而且繁殖能力很强 加上极强的适应能力 很快清道夫就成为当地水域的霸主 而且他喜欢吃其他鱼类的门 且食量惊人 一只成年清道夫一天 因此有清道夫的地方 基本上其他鱼类都会走向灭绝 目前在我国南方的野生流域中 清道夫完全算得上泛滥成灾了 即使是人类想要消灭它们 也不是一件一事 因为它们生存力实在是太强了 为什么说即使把清道夫鱼晒干了 但是只要有水它就能活呢 难道它真的不死不灭了吗 我们先来看视频 这只晒了足足一天的清道夫 在被人喂了鸡口水后 鱼的嘴巴居然神奇地开始不断开河 这简直就如同科幻故事一样 难道清道夫的生命力真的如此顽强 离开水也能活吗 真相当然不是这样 首先任何鱼类在被彻底晒干后 都是活不了的 清道夫也不行 而视频中的清道夫之所以能够绿水激活 是因为它即使被晒了一天 也还是没有彻底死掉 而追根溯源 还要说到它独特的生理构造 正常情况下 鱼类获取氧气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靠鱼塞 但是有些鱼类却可以用塞上器官等 来汲取氧气 比如非洲废鱼等 而清道夫鱼除了如一般鱼类使用塞部呼吸外 它还可以用胃部来协助呼吸 当它在水里时 会用常规的鱼塞呼吸 一旦脱离水中 它提表贴实的鳞片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而且在捕捞过程中 它的身上多少会带上泥巴 也可以起到防止水分流失的作用 而最重要的是 当清道夫被从水里捞出来 没有水经过它的鱼塞时 它就会将鱼塞保护起来 利用胃部的呼吸能力来从空气中获取氧气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 才会出现视频中 被泥浆包裹的清道夫鱼历经一天的曝晒 还能动的场景 所以并不是清道夫在晒干之后 胶水会复活 只能说是在它尚未彻底死亡前 胶水抢救一下 所以鉴于清道夫是一种十分凶残的入侵物主 大家在野外遇到清道夫后 要么就地掩埋 要么就一刀两断 否则很可能它 就会再次回到水中危害一方 那么面对泛滥成灾的清道夫 我们为什么没有找到烹饪的方式去吃绝它呢 面对泛滥成灾的清道夫 我国的吃货们为什么没有把它吃绝呢 毕竟另一种入侵物种小龙虾 就被我们吃到了需要人工养殖的地 那么答案只能是一种 清道夫实在是太难吃了 即使连世界上最牛叉的中国厨师 都难以找到烹制它的方法 当然首先清道夫没有毒 是可以吃的 在一些平级的国家 是会把这种鱼当作餐桌上的食物的 但是和美味的小龙虾相比 它的口味实在是难以下咽 清道夫于它有着坚硬的外骨壳 再去掉内脏的话 只有尾巴上有少量的肉 而且口感还非常不好 它的肉质不仅非常柴 还带着一股浓浓的土腥味 无论是煎炒烹炸闷溜熬炖 都无法把它做成美味 别说人了 就连狗多不吃 除此之外 由于清道夫的杂食习性 且不排斥腐质食物 因此它的体内有着 数量繁多的细菌和寄生虫 如果处理不干净 很容易就危害到人体健康 所以试图将清道夫变成下一个小龙虾 是很难的 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吃过清道夫鱼 可以分享一下它的味道 本期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动物知识 那么下期见啊